新手怎么养好多肉植物呢 大家好 我是一木 欢迎点击我头像的家号 关注我一起来学习养花 那多肉植物非常受到大家的喜爱 因为它的形象往往是小巧可爱的 尤其受到女生的喜爱 在家里养十盆多肉都不算多 我见过有些花友养几十盆 甚至上百盆的多肉 摆在家里那是很好看 可惜的是呢 多肉植物并不好养 养一段时间很多花友就发现 它的叶片会出现褪色的现象 甚至呢 有些花友啊 多肉会越长越高 长得就像菜一样 像蔬菜一样了 而且还容易倒伏 甚至呢会养死它 那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 都是因为大家不了解 多肉植物的习性所导致的 在这堂课程当中啊 应不将详细的为大家 介绍多肉植物的习性 帮助新手花友在家里养好多肉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吧 好的 大家眼前摆的就是一盆多肉植物的盆栽 那多肉植物是喜阳植物 还是喜阴植物 能不能养在室内呢 这里我做一个明确的答复哈 多肉植物一定一定是一个 抢血阳光的植物 对阳光需求是非常强烈的 一定要把它养在靠南的阳台 接受充足的光照 那有些花友说 特别是新手说 不对啊 因为这个我家里养的多肉 就养在室内 好像也能养啊 没有死掉啊 是的 养在室内虽然不会短期的凋亡 但是会产生两个错误 以及严重影响的后果 这两个错误后果就是 第一个 多肉植物的叶片会越养越褪色 原来色泽非常好看 但是如果在室内养一段时间就会褪色 养得跟白菜蔬菜一样 第二个错误的后果就是 长期缺乏光照会导致它严重的土长 叶片跟叶片的距离会被拉开 土长就是说白白的生长浪费了养分 长得非常难看 失去了原来的观赏特点 那这都是土长所引起的 所以家庭盆栽多肉 一定能多晒太阳 那就多晒太阳 这一点对多肉来说至关的重要 好的 下面我们来讲第二个核心的知识点 就是多肉植物的浇水问题 这也是养多肉的核心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花油养多肉失败的原因 就是因为浇水不正确 首先啊 说浇水之前 大家可以去摸一下你家里多肉植物的叶片 你感受一下 它的叶片是不是跟普通的植物完全不一样呢 就在于它的叶片非常的厚实 这种叶片呢 其实叫做多浆类的叶片 它是肉质的叶片 内部的含水量高达百分之八九十 跟普通的叶片相比 它都是水 所以这种植物啊 它在缺乏水分的时候 会消耗自己体内的水分 因此它一般很怕 很不容易说出现 怕缺水这种现象 不怎么怕 但是相反呢 就是怕积水 因为它水多啊 它吸水就少 如果你浇水太多 它吸收不了 那么就会接水浪根 因此给多肉植物浇水 是不能够大量的去浇水的 容易造成浪根和诱发土长的问题 所以我们给多肉植物浇水啊 一定要掌控好浇水量 这个地方呢 我要讲两点 希望大家能够详细的记住 第一点就是在多肉植物的生长时期 多肉植物生长时期指的是呢 像气候适宜 二十多度啊 非常适宜的气候 这个时期呢 多肉在长叶片 或者在像这样开花 这种生长时期呢 我们可以采用干透浇水的原则 你不要去济几天浇水一次 先使花友会说 买花的卖花的人会告诉你说 你把我的这个多肉买回家啊 三天一次五天一次 但这是错误的 因为你春天夏天 三五天土干了 冬天有时候一个月土都不会干 如果你济三五天浇水 你冬天再这样浇 一定是会养死苗的 所以我们不要去济几天浇 就采用干透浇水的原则 浇水之前呢 你拿一个手指摸一下多肉植物的土壤 看它干了没有 如果你摸土是湿的 那就不要再浇了 不论隔了多久都不要浇 有可能你在冬天 你摸隔了一个月 它都是湿的 那你也不浇 明白吗 所以你不要去记几天浇 如果摸上去 感觉这个土有点干燥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给多肉植物 把水浇上 浇浇浇浇浇浇浇到土里去 这个时候有花友又要说了 多肉植物能不能 把水浇到叶片上呢 不是听别人说 不要浇叶片吗 只要你养活的环境 光照充足 通风良好 是完全可以浇到叶片上的 知道吧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想看 大自然的多肉 它在户外生长 长了几百上千年 上万年 难道有人每次给它挡羽吗 有吗 没有吧 那如果说它真的浇到叶片死了 那户外的多肉早灭绝了 还需要等你来养吗 不需要的 所以多肉植物的是完全可以水浇到叶片上的 但前提是通风光照良好 如果你家里是封闭的环境 通风差 那咱们就不要浇叶子了 所以这要有一个理解在里面 好 这个是第一个浇水技巧 叫做干透以后 咱们再浇水 相信大家都理解了 来讲解第二个点 就是多肉植物没有生长的季节 那没有生长的季节 我们怎么去浇水呢 那这里就谈到了多肉植物的休眠剂 这也是绝大部分人养多肉失败的地方 因为多肉植物跟普通的植物不一样 普通的植物呢 冬季低温以后休眠 不怎么需要水了 开始停止生长了 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减少浇水 但多肉植物就不一样 它除了冬天气温低的时候会休眠 夏天温度高的时候 它也休眠 大家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吧 就是气温过高多肉植物啊 它会关闭气孔 然后呢 直接休眠 不生长了 所以为什么很多花有的多肉过不了夏天呢 就是一到夏天多肉休眠 它不知道它休眠了 还保持正常的一个浇水量 那它肯定是不吸收水分 还浇水肯定浪根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 在高温季节啊 多肉植物的话 进入休眠期 它会进入休眠期啊 绝大部分的多肉是在夏季休眠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呢 就不要再给它浇那么多水了 每次夏天要浇水的时候 用手摸土 土有没有干 干透了以后 要选择一个连续的降温的那天 然后在傍晚的时候 少量的给它的土壤像这样浇点水就可以了 所以在它的休眠季 你哪怕不浇水你都比浇太多水要好 大家能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我们来到了休眠季节 记住两个关键的要点 第一个 整个夏天可能有一两天 气温较低的那一两天 是给多肉浇水的好时候 然后浇水第二个要选择傍晚 少量的给它浇一浇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夏季休眠期的浇水 所以一个生长季节 正常干透焦透 一个休眠季节 选择一个降温的傍晚去浇水 希望这两点解决浇水问题 大家才能理解把多肉给养好 这也是绝大部分花油养多肉失败的道理就在这里 所以这里我们就详细的讲长一点 好 第三点我们来讲一下多肉植物的土壤要求和换盆技巧 那多肉植物对土壤的要求 主要的要求是透水和透气 所以我们养多肉植物 最好不要选择粘性太大的土壤去养 比如说不推荐用田园土养 不是说不能养 而是很容易积水浪根 所以我们尽可能选择带一点颗粒性质的土壤 可以选择像新手的话 可以选择颗粒30%或者50%的多肉土 高手可以选择颗粒70%的多肉土 这个你在网上都搜得到的 就搜多肉专用土 它会有颗粒的树质给你选择 这种颗粒土是更适合养多肉的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 不要乱用土 第二个说一下多肉的换盆 那多肉植物多长时间换一次花盆呢 我们要记住大家千万不要轻易的给多肉植物去换盆 我们在家庭盆栽你可以养一到两年 感觉多肉已经非常的丰满 占出了花盆 长出了花盆 这种现象你可以给它换一次花盆 换花盆也不要贪大 比原来的花盆大一号大一丁点就可以了 甚至很多花友你不换盆都没有关系 除非是它长得特别大才换盆 那新手容易犯的错误就是 动不动喜欢给多肉换盆 还换特别大的花盆 这样的错误是花盆太大 土壤过多 它就容易积水啊 而我们前面讲的多肉最怕的就是积水了 所以大家记住 换盆一定不要过情 最多一两年花一次 或者你干脆不换盆 这对新手来说都是正确的导向 好的 说下面一个知识点 就是多肉对透气性的要求 多肉植物呢 是一种对透气性要求比较高的植物 虽然说它叶片的密度不大 但是这种植物呢 特别隐虫 比较容易隐虫 尤其是借客虫 所以我们在家庭盆栽多肉的时候 最好是要把它养到一个完全开放式的环境 有风能够贯通的吹到它 如果你家里是封闭阳台 请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点 多肉植物能靠着你的封闭阳台窗户养 尽量靠窗 第二点就是呢 多肉跟多肉之间或者多肉跟其他植物之间 不要隔得太近 尽量呢 保留一定的距离 这样可以增强它的透气性 预防病虫害的发生 好的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多肉植物的施肥问题 那家庭盆栽的多肉植物呢 施肥 我跟大家讲两个分支 第一个分支就是呢 你的多肉是小苗 就像我这样 然后呢 我不希望它长得太大 我就想养着很小 很可爱 那这种要求的话 请记住一点就是 不要给你的多肉植物施肥 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不要施肥 不论谁跟你讲要施肥 你就听我的不要施肥 因为多肉植物对肥料非常的敏感 一旦肥料过量一点点就会引起大量的徒长 所以像专业的多肉养殖者 他们可能一年啊 也就很简单的给多肉施个几次肥料而已 绝对不敢多施肥的 而且是精准的把控量 所以你是个新手 又是小苗 你不想让它长大 你就不施肥 好吧 听明白了 第二个 如果第二个分支 如果你是一个养多肉的爱好者 然后呢 你希望你的多肉长得快 尤其是你是老庄大苗 你希望它出效果 长得好长得快 那这个时候是可以用肥的 用什么肥呢 比较简单的一种要求 就是你可以用它 看好啊 叫多肉专用的控食肥 也就是说 如果咱们需要给多肉施肥 它是大苗 你要催生长的这种 也要用多肉植物专用的肥料 这种肥料呢 它带有控食技术 不会很快的去促进多肉 土长 并且它有易土长的因子 而且呢 还有增色的因子 能够促进多肉植物呢 色泽更好 不易土长 像这种肥料呢 也是几个月用一次的 一般呢 三个月左右 用一次就可以了 也不需要说 长年大量的去用 而且用量呢 都是很严格的去控制 不会多用的 一盆呢 可能就一小勺 就足够了 所以这种肥料 就是适合给促进 要促多肉生长的人去用的 大家呢 按照自己的需要去考虑 要么不施 要么呢 就施专用肥 好的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 多肉植物的过冬技巧 多肉植物啊 其实是具备一定的抗寒能力的 没有那么的怕冷 很多些说话也觉得 多肉怕冷冷得不得了 一到冬天不管南北方都往屋里搬 往屋里搬的话呢 缺乏光照啊 整个冬天它会涂涨的特别的难看 所以我们花友注意啊 冬天你要取舍 第一个 如果你在南方 南方的花友的话呢 你要尽可能的追光而舍温 因为南方很多多肉都是可以露天过冬的 能晒太阳尽量的晒 一定要帮它控形 否则一个冬天你的多肉就废掉了 如果缺光的话明白吗 所以多肉的话呢 在冬天能追光请追光 南方的花友你不用怕温度啊 这是我提醒大家的 但如果你在北方 那你低于10度的时候 环境温度低于10度 老老实实搬到屋内去 因为多肉呢 毕竟是忍受不了几十度的负温的啊 这几十度的零下温度 多肉是肯定冻死的 所以到南北方的花友 低于10度搬回屋内 但是搬回屋内要注意 要么呢你家里是有非常强烈的光线啊 南向阳台冬天也能晒到太阳 那就把多肉放到那个位置 冬天能晒就多晒 如果你家里一丁点光都没有 那怎么过冬天呢 请准备植物补光灯啊 多肉植物专用的补光灯 给它呢补补光 这样呢再方便你多肉植物去控色和控形 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刚需吧 非常需要的一个植物补光灯啊 这里也是提醒想把多肉养好的花友 好的下面我详细来讲解一下 多肉植物的上盆技巧 这里是专门为新手啊 讲一下这个分章 什么叫上盆技巧呢 就是我买回的多肉 刚刚买回 我怎么把它种到花盆里面去 因为多肉植物啊 尤其在网上买多肉 一般的都是裸根苗比较多 买回来都是没有盆的 你要自己去种 那请记住以下五点 这个是我自己总结的啊 多年经验总结的 五点叫做修拔量上控 这五个字 我帮大家拆解一下修剪 第一个就是修剪 就是你买回来之后呢 把多肉植物背面的底部的根系修剪一下 尤其是老根 弱根 病根 枯根 大量的修剪根系 目的是什么呢 修剪了这些根系之后 可以促进它蒙发新根 再说把 拔除叶变底部 就是你买回来的鲁根苗 可能这个叶子的底部有很多枯叶 给它拔掉 知道吗 给它拔掉 底部的枯叶都清理干净 以防藏有病菌和虫子 再说第三个 量 量是指的呢 你把它拔完之后呢 给它晾在旁边 晾几个小时 不要拔完 马上就上盆 为什么要晾呢 你要晾它的伤口 因为你修剪了根 拔了叶片 它是有伤口的 晾六个小时以上 让它的伤口愈合 愈合之后 咱们再栽种 明白吧 好 上就是指的上盆 晾完之后才能上盆 上盆的土壤 刚才说了 一定要用对土 这里我不赘述了 最后一个叫做空 就是你上盆之后 一定要控水 不要给我 我的新手最容易犯错 把我急了 很多人一上盆之后 马上把水浇透 环境光又差又不通风 这苗直接就死了 活都活不了的 所以大家记住 我们给多肉植物上盆的时候 是用炒土上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土本身就具有微炒 里面带一点点水分 然后上盆之后就不浇水了 不要给它浇水 一定要控水 上盆之后不浇水 让它自己在里面发根 控一段时间水 土非常非常干燥 过了几天之后干透了 给它少量的补水 就可以了 也不能大量的浇 后期的浇水 就按照我前面说的浇就行了 明白吗 修拔量上控 这五个字 新手给我记好了 好的 下面我来说一下 多肉植物的修剪技巧 多肉植物要修剪吗 要 我们一般的剪多肉 主要剪的是以下两点 第一点 枯枝 不叫枯枝了 枯叶 病叶 发黑的 枯萎的 化水的 尾粘的 就是有病的 这些叶片 全部修剪 因为你不修剪 它传染给其他的叶片 明白吧 好 第二个修剪什么 花剑 为什么我要用这个多肉来讲 就是因为它开花了 是个很好的例子 一般多肉植物的花剑呢 我们看它长出来之后 是要给它剪掉的 因为我们养多肉 一般不是为了看花 你理解我意思吧 多肉植物是看什么 是看叶子的 一般不看花 这个花也不好看 而且这个花非常非常消耗多肉养分 就是如果你不剪它 让它自然生长 自然开花 你后面半年的生长动力都没有了 知道吗 所以给多肉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所以如果多肉你看到它开花了 请果断的咔嚓咔嚓 给它剪掉 不要保留化剑 那这个就是修剪的 注意事项 好的 下面我们来讲解一下多肉植物的繁殖 多肉植物呢 绝大部分的品种我们的繁殖 都是通过叶叉繁殖来实现的 这种叶叉繁殖就是 我们可以取任意一片多肉植物的叶片 进行扦插繁殖 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技巧 我们取叶片的时候 可以尽量的去取多肉植物底部的叶片 然后你不要给它拽出来 会拽伤它 怎么做呢 把它打开之后 你可以左右摇晃 左右摇晃 左右摇晃 把它从母体上就 很轻易的就脱落下来了 这样呢不会有很大的损伤 好了 我们取到叶片之后呢 随便拿个花盆 装点阴阳土 就可以进行扦繁殖了 那这个时候呢 很多花友容易犯错 它怎么犯错呢 就是你插的时候 不是说真的插到土里 很多花友是这样繁殖多肉的 你这样繁殖非常容易烂 知道吗 非常容易烂 我们多肉植物的叶叉繁殖 是这样做的 给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你拿到叶片之后 不是插 是把它这样放到土壤上就可以了 我们在选择土壤的时候呢 用一个微潮的土壤就行 而且插好 像这样做好叶叉之后 是不用给它浇水的 只要土壤里面是微潮 有点潮气就可以了 它会感受到底部的潮气 然后呢 从这里生根重新的发芽 那后期浇水呢 干透之后少量的补水就可以了 是把它轻轻放在 这个土壤上进行叶叉的 然后在叶叉的过程当中呢 也不需要曝晒 通风散射光就足够了 这个就是肚肉的繁殖技巧 好的 最后我们来讲解一下 多肉植物病虫害的预防和治疗问题 多肉植物呢 刚才说了 是非常容易生病虫害的 那如果长了虫子 或者说它得了病 我们怎么处理它呢 这个时候啊 很多新手画有它容易搞混 这个病害跟虫害是不一样的 我们首先说生虫子 如果你发现 多肉植物的叶片里面生了虫子 可以用什么药呢 这个地方要用植物杀虫药 我比较推荐大家可以使用比虫林 这个是一种广谱形的杀虫药 尤其是多肉非常容易长戒壳虫 那比虫林呢 是非常针对戒壳虫的 所以推荐这种药啊 这是给多肉植物的 长了虫子就用它 如果说是病害 比如说呢 叶片发黑 枯黄 尾粘 病害的话呢 你需要喷药 喷的药呢 我比较推荐大家 用一种强力的植物杀菌药 就是它 本甲比作脂 这是强力的杀菌药 直接呢 把它兑水歇式 喷洒到叶片上 就可以了 好的 那这一期啊 关于多肉植物的课程 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欢迎大家点击关注 来收看我更多的课程 我们下一期再见了 我们下期再见了